你后来又怎么去学了舞蹈 舞蹈的话 其实从小我就一直是喜欢跳舞的 我妈就说我有多动症 然后对 我自己也感觉会有一些 然后有就从小的话 别的小朋友都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什么的 但是我从小我就很喜欢看舞蹈类的节目 只要是有人在里面跳舞 不管是电视剧里还是什么里面 一跳舞我就要看好几遍的那种 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看一个电视当中播出的舞蹈 但是我看了也就看了 我也看过好几遍 你看见他们之后 你内心的投射是什么 我看就是俩字好玩 我下回还想看 再重播调到这台 我还愿意看 那你当时想着什么 我看也俩字 想跳 给你鼓个掌 境界比我高 境界比我高 你是想跳 对 就是跳什么你都想去跳 对 就只要是舞蹈我都愿意去接 你会在电视机前跟着一块扭啊跳啊 对会 所以妈妈因为这个觉得你多动症 晚上做梦都在想 然后用舞蹈的动作踢被子 把大胯打开吗 那种踢了 也有 然后手 手干嘛的做一些这些东西都会 家长鼓励你学舞蹈吗 有 有让我学 然后也尝试了很多 像街舞啊 学了两个月我就不去了 现在还会跳吗 不会 有几个 能不能给我们摆几个街舞常见的姿势 其实后面是有一个 就是特别适合我的一个舞蹈 然后我一直是坚持到现在 什么样 空中舞蹈 空中舞蹈 对空中舞蹈 我刚刚还想问这个空中舞蹈 是一个什么意思 等我看 然后你学了街舞还学了什么 然后接触的舞种也比较多 爵士啊街舞啊 鬼步舞 其实都没有当时太小了 因为上学啊 还有很多原因都没有坚持下来 半途而废掉了 鬼步舞 这是个什么 现在网络特别流行的一个 我都知道鬼步舞 你先 对 你就先摆几个鬼步舞的姿势 我们看看 我来给你摆几个 来 这样 你等会儿 我们听东叔了 对 你东叔来 来来来 东叔来来来 来 你看 段老师 段老师从来不看护 就是你关节是 不会打弯的那种 那个你稍等 你小心你的腰啊 小一闪着腰啊 东叔 你这叫职强 这级屑舞吧 这不就职武大战僵尸吗 对